女人 其实我妈这辈子 挺亏的 做女人都亏 谁不亏呀 我小的时候 我爸我妈就教育我 要乖 要听话 要做爸爸妈妈的小棉袄 等长大了 嫁人了 又被教育 要隐忍 要让步 要贤良淑德 要做贤妻良母 还得拎起半边天 想想当初 我想自己出来做公司 东阳她奶奶死活不同意 跟我寻死迷活的 还是我自己偷偷 背着她 到我们家亲戚那儿借的钱 才把公司搞起来 都被淹饒了 我可以看到你 我想想那个时候真苦啊 我跟东阳他爸爸 每天就是 其实我知道 东阳一直挺疼我的 那也是我的功劳 是我教育的好 我从小就教育我们东阳 要做乖孩子 将来娶了老婆 要对老婆踏踏实实 一心一意的好 东阳 东阳 嗯 东阳 你妈妈真好 我一定要好好孝敬他 还不容易的 不要像我现在 那么后悔 我今天跟你发誓 我一定要当一个好儿媳妇 你要好好地孝敬咱妈 你妈你的妈妈 都是我自补的妈那么孝敬 好好地孝敬咱妈 来 东阳 快来 妈刚熬好的 来 趁热吃 妈 我真不饿 海鲜粥又不占地儿 你啊 这两天 公司家里两边跑 都饿瘦了 谢谢妈 快吃 对了 妈 吴迪她走了 走就走吧 反正她病也治好了 我就当行善记得了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就是最近公司 可能是太多了 我有点累 对了 妈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跟袁老 还有莫莉阿姨 认识多少年了 那可好几十年了 我认识她的时候 我跟你爸爸还没结婚呢 你怎么想起 问这个来了 没什么 就是袁老她最近 状态不是特别好 这不莫莉阿姨回来了吗 然后公司 最近有几个项目 都是用她的设计 我就怕影响公司 所以我就问问 妈 最近我听了一些闲话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我听说当年莫莉阿姨 跟袁老离婚是因为你 胡说八道 她离婚的事 我跟你爸是都反对的 我两边劝 可她们谁都不听啊 你不知道那莫莉阿姨 死匠死匠的 千金大小姐脾气 稍微对她不入意 她就闹 她把袁老弄得 差点没自杀 那后来怎么样了 也没什么 她就是太任性 你跟我说说具体的呗 其实很简单 就是袁老当时 在他们家公司 后来他们俩结婚了 那她就是算上门女婿了 这上门女婿的饭不好端 她要受老丈人的气 所以她就想离开 那个时候我跟你爸 正好在创建公司 所以她就想跟我们一起创业 我当时是不同意的 可是她背着我 把所有的条件 跟你爸都谈好了 等我知道了 她已经把合同都签了 那再后来呢 再后来 好像不到一年吧 他们就移民去美国了 那你说这莫莉阿姨 怎么又回来了呢 她是不是准备跟元老复婚啊 这事我哪知道呀 他们两个人恩恩怨怨 一辈子了 感情的事情我哪知道呀 让人一起先 我们上班的事 我们上班的事 我们就现在还要 我们上班的事 和什么课 现在 explicit 是说的 是说的 统通 有没有 统通 好 什么事啊 找着叶丹宁了吗 看你这样子也是没找着啊 老班长为了你俩都快操碎了心了 他就差在咱们同学群里人肉搜索了 这叶丹宁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邱东阳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不好意思说是吧 我还听你说 你喝多了回家耍酒疯 根本就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 你呀房子也只是借口 什么叶丹宁不辞而别人都是幌子 根本就是想转移了财产和叶丹宁援走高飞 你说是不是 你回答我 只要你说是我绝不纠缠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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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 就是 是 请问您是五菱妃吗 到你了 进去吧 妈 我刚见过莫莉了 我们做好准备硬素吧 没事 听妈的 冰来酱挡水来吐烟 我刚刚给五菱妃打电话 她说她过来 她没来吗 她 她来了 要走了 你们又吵架了吧 你这样可不行 就是天大的事情 你要学会控制情绪 当年你爸爸生意亏本 还背着银行的贷款 都没跟我乱发过脾气 你要是真把五菱妃气走了 你可别在我这儿哭啊 妈 林飞她怀孕了 真的 那你还气她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我要跟她离婚 你说什么 妈 我要跟她离婚 公司已经成真眼了 我不能再拖累她呀 你都已经跟五菱妃说了 我 我就说我要跟她离婚 别的我什么都没说 大孩子呢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呀 妈 你 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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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我问你去哪儿了 你啊 你 你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东阳要跟你离婚 是怕拖累你 是 都是我的错 是我瞎了眼 我一定要让严谈宁进公司 现在她跟茉莉 还有元老合计回来 她们三个人做了份假合同 陷害东阳 可你满脑子却想的是东阳背叛你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妈 妈 是你自己吃 还是我喂你 我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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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您别生气了 我这不是听您的话 好好在床上躺着呢吗 我不生气 我是伤心 你说 这东阳再不是东西 你也不能用她的错误 惩罚你自己啊 你进手术室的时候 你就不想想 你跟她怄气 那疼的 苦的 可是你自己 她不要这孩子 我要 她不养 妈养 妈养得起 妈 这事您别怪我 是东阳不让我告诉您的 她不让告你就不告 你傻呀 妈 其实我跟东阳 我们俩离了就离了 没事的 真的 我想了想 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我没法给您当儿媳妇了呢 我就给您当干闺女 这样一来 咱们之间 就再也没有婆媳矛盾了 二来呢 咱们也可以结成一个 公寿同盟 以后 您要是再给东阳 找新的媳妇的话 她要是对您好 那行 那我就把她当成我的好姐妹 她要是对您不好 那您指哪儿我打哪儿 我也见到岳小青 是怎么活生生 把我哥和江丽姐给拆散的了 我就照猫画虎 我也能学她个十有八九 那反正 在找新儿媳妇这个问题上 我对您绝对是赴糖倒火 在所不辞 你能不能别讲撑着了 不撑着怎么办啊 哭有用吗 没有 妈 妈 这 这汤里头您搁痒了吗 怎么这么腻啊 你坐小月子呢 不能吃盐 那我能不能把帽子摘了 我太热了 满头是汗了已经 不行 到时候受风 妈 今天二十七度呢 就是三十度也不能摘 对 万一做下病 受苦的是你 快 把面吃了 吃完面就好好躺着 谁叫你你都不许出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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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